2019年10月16日 美国海洋号研究船 在北太平洋中途岛海底5400米处 发现了一艘沉船残骸 经研究后确认 这是来自太平洋战争时期 日本的一艘加赫号航母 原来早在1941年12月7日 日本就投入了加赫号等6艘航母 来偷袭美国珍珠港 6个月后又追加了4艘航母 然而美军仅以损失了1艘航母的代价 就击沉了日本的4艘航母 而19年发现的这一艘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航母沉没的事件也曾常有发生 自二战以来 有5个国家的48艘航母沉没 这不仅让人感叹 一艘航母的搭载量普遍达到了6000人 在面对危险时 难道就没有什么防救措施吗 可以看到 这艘航母的船悬两侧 挂着一排像煤气罐一样的白色圆筒 这些白色圆筒是干嘛用的呢 没错 这就是航母上配备的救生法 在航母受到轰炸 遇到危险时 将救生法摘掉投入水中 渊筒就会自动打开 并露出内部的冲起救生法 漂浮在水面上等待接引船员 而如果在海面上没有来得及打开 撑入水下了也不用着急 它同样会在海水的压力下自动打开 然后将内部救生法释放出来 浮出水面 打开之后的救生法是一个帐篷设计 风吹 日晒 雨淋都不用担心 除此之外 上面还提前放置了一些基础补给 照明弹 信号弹和雷达定位设备 也保障了船员们的生命安全 一个救生法能够使15-20人获救 而从我国的航母上来看 左右旋各有84个救生法 这就足以让3360人通过救生法逃生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二战时期 英国的光荣号航母 遭遇德军袭击而沉默 舰上上千名水兵虽然没有当场阵亡 但是当救援船只抵达时 却遗憾地发现他们被活活冻死了 如果当时能有自动打开的救生法 那么大部分水军绝不至于被冻死 说到这儿 想必大家还有一个疑问 人从甲板上掉入水中还能得救吗 以尼米兹航母为例 该航母的甲板到海面距离有19米高 从这个高度落下 冲击力一定很大 很有可能会被直接宣告死亡 那为什么有时 我们会看到有许多美国士兵 在上面进行跳水娱乐 原来 他们并不是直接从甲板上跳下的 而是从航母的中段开始起跳 并且 这还是他们的一项训练项目 为的就是能够在紧急时刻 保障安全的逃生